企业最辉煌的时候 交棒是掌舵者最大的轮光 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 2010年万科超越了所有的对手 成为全球最大的住宅销售工资 在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对手的岁月里 王石从珠穆拉玛峰一路游学到了哈佛 月亮也开始给地产行业定义着各种新名词 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的概念一运而生 最后被松红冰怒怼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看见财经 王石曾说过我们往往高估了目前而低估了未来 但是未来是什么没有人能够说明白 2014年万科度过了老大生涯最后的辉煌 当月亮开始率团参观为发烧而生的小米学习互联网思维的时候 当马家家一个新生代90后 用着骄傲语气说着我们90后不买房的时候 也许月亮就应该意识到危险即将到来 2015年碧桂园恒大融创等多家房企开始备战三四线城市 准备在规模的路上防奔到底 而月亮则不为所动 他固执地认为地产的白银时代来了 基于这样的判断 万科将自己的战线完全收缩在了一二线战场 从而错过因为棚改而火爆的三四线楼市 而他的老领导王石也多次在公开场合力品他 称卖一个坑就能卖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实际上不管什么年代正在当下回顾过去 地产上行周期实则一直都没有变 每年增加的商品房销售面积 以及越涨越高的房价都证明 地产还是原来的那个地产 倒霉的只是一些不断滚雪球的地产企业 他们的野蛮生长没有带来任何好处 只能让他们的债务规模越滚越大 所以给他们划定三条红线 让他们自己去认真反思 但这一切似乎和万科没有什么关系 2015年12月 王石的一篇内部讲话拉开了万宝之争的序幕 这场股权之争给了碧桂园融创更多更充分的时间 随着宝能系买入的股份越来越多 万科越现越深 放弃三四线楼市 万科别无选择 剑拔弩张的日子并没有很快结束 这场战争一直持续了两年多 当时万科的现状和当年的军万之争有很大的区别 且大股东华润并没有坚定地站在管理层这边 而是选择了旁昏 在求告大股东无望的情况下 王石等管理层只能寄希望于别的国企 2017年 宝能一路各种火花带闪电 将万科的持股比例买至25.04% 距离控股股东只有一步之遥时 王石找到了申铁 2017年6月9日晚 恒大将14.07万科股权转让给了申铁 万科大股东一主 万保之争由此结束 代价是创始人王石出局 2018年 玉亮带领万科重新出发 三四线楼市也进入了维生 当时玉亮才发现 碧桂园恒大早已取代了万科成为市场的老大老二 被超越的日子没有了焦虑 但是压力总是挥之不去 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成为万科的董事长 玉亮这样表达道 有那么一瞬间 我觉得回到了十年前 那时候万科还是行业老大 好些企业雄心勃勃的想超过他 又有些怕 怕像顺齿一样中了万科魔咒名业了 后来陆续有企业真的超过了万科 先是恒大或是碧桂园 而万科却早就对老大没有了兴趣 有没有兴趣我不知道 但是万科追赶的步伐却一个也没有停止 2018年末玉亮向市场传递了一个信息 地产的冬天来了 但在整个地产市场都风声鹤唳的情况下 万科不仅没有广积粮 而是一口气拿下了十个项目 耗费了四百多亿资金 成为了那时段拿地最多的房企 玉亮说 我们整个团队是一定要争冠军的 在黄金时代我们成为了冠军 在白银时代我们同样也需要成为冠军 我们不一定每一年每一次都要成为冠军 但最终要成为这个时代的总冠军 但人算不容天算 地产的三道红线彻底击碎了万科 想以规模取胜争夺冠军的梦 于是玉亮马超越的心思放在了地产的衍生品上 且不限于长租公寓与物业 他认为沿着客户需求和城市发展这两条主线 才能挖掘大量的机会 但机会并不是唾手可得 事实证明业内人士只能看到行业内的变化 岂不知有时候危险并不在内而在外 2020年房产中介商贝克炒房登陆纳斯达克 成立两年的贝克是指一度超越了六千亿元 以众脑牌的房企都被一个披着互联网局外人搅了局 更气的是他还是一家亏损的企业 也许这就是时代给万科的宿命 在不做大哥的这些年里 万科和玉亮有了目标 心里也更踏实了 心里也有优先 心里也有熟